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海外访客介绍新加坡设计和艺术家的使命 今天的新加坡创意 就让我们一起去走访两家本地设计 和充满本土色彩的精品酒店 坐落在罗伯申码头河畔 以三栋仓库改建而成这座酒店 以历史价值作为卖点 鉴于1895年 仓库曾经用来储藏香料 也一度成为鸦片窟 而在上世纪80年代 更成为当时热门的迪斯科舞厅 夜夜深歌 舞厅在1996年结束营业之后 建筑物便一直空置着 然而这几栋仓库 在本地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的 巧妙构思之下 在2017年1月 以精品酒店重新开门营业 由于仓库仓库已被市区重建局 列为受保留建筑 原来的外墙和建筑结构 必须保留 加上仓库已破旧不堪 因此建筑师在设计酒店时 面对不少挑战 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屋顶开始漏水 地上都有很多松掉的状块 屋顶就有很多横架支撑着屋顶 跟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横架都是之前的用户 他为了支撑屋顶的重量而建造的 而不是原有的横架 身为一个酒店的话 我们需要考量着很多不同的因素 有如隔音或者加强它的建构 我们跟客户谈了很久 所以我们最后决定了 这37间的一个布局 因为要得到最有效的布局 有些房间就因此没有了这个窗口 我们就设法想在屋顶上开天窗 可是因为又不能够动到 这个屋顶的原有形状 那我们只好跟市区从建局商量 如何制造这个天窗 除了建筑格局的设计大胆创新 设计师也在挑选家具 布料和地板上费了不少功夫 以降低工业化内部的冰冷 我认为小规则的细节 如果你看到房间 例如说 它们都很黄色的颜色 我们有很多屋顶上的屋顶上 所以你会感到柔软 而且它不太硬和太冷 所以这些东西 都给它一个很温的地方 你真的想要留在一段时间 标榜着本地创意和文化 酒店也在各方面选择 同本地企业和本地设计师合作 我们有试图的专门 如果是咖啡咖啡 在座品里面 这是做的 一个非常名的公司 叫 Mudrock 或者是我们的室传 我们其实工作很密切 与 MatterPrint 我们也工作了 我们也工作了 Paper Lantern 这是一个公司 专门的专门 这是我们专门的专门 专门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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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祝福他们的故事 正如我们在祝福这个建筑的历史上 货班2018年 新加坡旅游业大奖 最佳酒店的仓库酒店 被列为今年度 新加坡设计州 城市漫步文化遗产导览的 参观景点之一 酒店开张以来 除了外国游客也有本地人入住 他们占了住客的20% 老一辈的客人一进来的时候 都会觉得很惊讶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 一个这么旧的建筑 可以变成一个这么豪华的酒店 国外来的客人 大多数都是世界有名的建筑师 或者是室内设计师 一来到这里 他们已经知道他们要住什么地方 跟我们安排 要去参观整个酒店 拥有超过120年历史的仓库 酒店希望借着人们的好奇心 让新加坡的故事传播得更远 走访了以历史为卖点的仓库酒店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看 另一家充满了艺术气息的酒店 这家酒店不但在每一层楼的走廊上 都绘上了不同的壁画 酒店里的每一间客房 也有独一无二的壁画来呈现出不同的主题风格 坐落于牛车水的这家酒店 正门外观看起来并不起眼 但是走到酒店的后侧 墙上画了巨型瀑布 看了不禁感到一丝清凉 似乎让人从繁忙的水泥丛林走进了大自然 酒店在44个客房里会上不同主题的壁画 除了邀请专业画家创作 其中19间客房更是本地美术学生设计和创作的 他们都是学生参加酒店班的比赛后的得奖作品 通过壁画让学生和画家发挥创意 酒店的做法比较非一般 第一 土鸭在新加坡是一个方法 第二 在新加坡 其实这个平台给他们发展 他们的艺术就比较少 所以我们就想这个办法 请他们一起来 来这边土鸭跟绘画 在每间房间都有这个特别的设计 我们的酒店也有这个特别的风格 从一览无遗的风景画 到以线条为主的现代画 艺术家们的风格各异 采用了街头涂鸦 现实主义及抽象等画风 在我们44间房内 我看这间是最美的 因为你看看墙就是有樱花 那么宾客来这边住的话 它有一个好像在日本的感觉 好些房间也展现了带有新加坡特色 和展示旅游景点风貌的壁画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花园的城市 所以我们就想把花园 带进来这个房间里面 带给他们一点暗铃跟平静的感觉 独特的艺术风格 让酒店同一般旅店有所不同 因此吸引不少热爱艺术的旅客 就是我有一个来自日本的朋友 他在这个酒店住了几天 他就跟我说这里的房间很不同 所以我想不妨来一边试一试 房间的壁画就由艺术学院的学生 所会上的 所以我觉得很不错 就让他们有一个空间 就展示他们的才华 对 跟其他的酒店很不同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如果您想要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我是蒋焕 我们明天再见